5月5日,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涉嫌刑事恐吓及参与非法集结罪名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 多个团体到场请愿,要求众判黎智英还社会及市民公道。 黎智英涉嫌2017年6月4日港岛东区的一宗刑事恐吓案。 另外,在2019年8月31日,与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及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杨森 涉嫌参与于湾仔区至中环区未经批准集结。 警方经过调查,2月28日,黎智英于香港何文田的寓所被香港警方港岛区重案组探员拘捕, 并落案控告黎智英涉及刑事恐吓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违法行为。 涉案的还有李卓人及杨森,他们俩先后被警方拘捕,两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法庭先处理黎智英涉嫌前年刑恐记者一案,控方主要依赖事主X和另外一名证人口供执政黎智英, 但其否认指控。 随后,黎智英获准以现金4000元保释外出,审期待定。 控方补充,三名被告同时牵涉2019年8月28日、10月1日和20日的未经批准集结, 暂时务须答辩,并获准继续以原有条件现金1000元保释。 第二宗案件压后到5月18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续。 根据香港法例,刑事恐吓及参与非法集结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均是入狱5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